之前这个立法院爆发了装潢费的争议 传出韩国瑜呢在会议上先动怒 接着还真的杀了耶 真的就拔官处理掉了总务处长 那主要是因为呢这个 回顾事件当时在2月18号 那当时就是因为这些新科兰尾的办公室的检疫装潢 怎么都是由这个立法院推荐的三家装潢厂商 竟然开出了71万天价的报价 包括桌子椅子全部都是天价规格 所以是把立委和政府当盘子吗 更夸张的是有立委拜托承包商顺手搬张 桌子才搬10公尺 报价也要1300 当时我们在节目上讨论了 这引起了这个哗然 那这个新闻曝光之后呢 韩国瑜就直接在这个新春团拜的时候 料狠话他说立法院的任何一举一动被高度关注 立委员职员将罗斯要删紧 更说出了不叫而杀未知虐 他提醒各个环节都要做好 传出你就是暗指这个装潢事件 到了2月29号 在院务会议上 当着很多的科长级还有官员提起了立法院的大怒神电梯 强调接受厂商吃喝不能去第二通啊 韩国瑜所指的就是中心大楼电梯常常电梯急坠 包括立委助理记者都曾经被关过 而且贵离谱调诡的是这个电梯2021年编了500万升级 就到2023年都还没有验收通过 立法院每年还要再编预算更新 压垮最后这个周杰总务处长最异动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3月4号司法法治委员会 国民党立委翁小林提议格局更动 比照其他委员会设置备巡台 当时朝野立委都赞成但周杰说 建议要更动是否可以在会期中研议规划 等休会的时候再来更动 引发了国民党团总长傅昆琴怒火 当场痛斥开什么玩笑 摆两张桌子有要这么麻烦吗 所以就看得出来这个韩国瑜这一次 真是动手了 他把总务处长周杰进行了人事异动 他调了这个参事同时是代理总务处长 那现在传出有接任人选了是谁呢 这一位是前台中新闻副局长廖久志 听说波基是你的朋友 对对对我跟他还算熟 因为他是老国会人 什么叫老国会人他是国会联络人 所以他在很多个部会当过 内政部教育部党场会 他轮掉过很多个机构的国会联络人 所以他是事务官出身 后来那时候卢秀燕市长把他沿览到台中市政府 担任新闻局副局长 他是现任副局长 那听说就是卢秀燕推荐给这个韩国瑜 他是很年轻跟我年纪差不多 四十来岁左右 所以很年轻的一个公务员 但是他在政坛的资历 而且他的这个所谓的对国会了解是很熟的 那当然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周杰 他这个处长 他其实是原本的副处长 他2020年8月 是游锡昆把他升为处长 那原本的处长那时候是退休了 原本的处长叫蔡卫明 那其实你说刚刚提到他那个司法委员会 那个改变格局那个事情 这个礼拜就已经那两张这个咨询台就已经恢复了 你看今天礼拜三嘛 他礼拜一的时候就已经恢复好了 所以你看 这个就叫做事务官的官僚风味 当今天立法委员都说要来改的时候 二话不说 是好 奥奥委员我们来处理 你连时间都不用压 你说随时压好 我们一看哪个周末压好 或者比如说有时讲 春假有比较多天 我们就来施工 我们讲现场立委不会有人电你 结果你一被电 马上你当天那个周末 周六日马上就要施工了 你看结果这礼拜马上就会 就有执巡台有备巡台 好那当然我觉得 韩院长他这个这次的人事令 也算是见级旅级 等于说他是先立威 然后呢先提醒大家要怎么样 发现状况没有改变 还在皮耶 那当然因为周杰 他后来有查了一下 他过去他是 因为他最早他确实在立法院 他是老的立法院的职员 很老 然后呢 他一度呢是到这个内政部营建署 然后呢再到这个所谓的地方政府 他到彰化县政府历练过 这个局处首长那是卓博元当县长的时候 后来2014年他再回到立法院 在总务处继续干 那个时候都是林锡山当秘书长的时候 所以呢他可能这个所谓的 这个在立法院内的人脉 比较是属于很传统的这一挂 总务处包山包海 那个什么营扇的啦 派车的啦 警卫的啦 这种会议室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维护啦 哇 我们讲其实总务处你说好干嘛 其实也不好干 很累 像比如说 以前那个太阳化学运的时候 有没有 你知道要在 那个他们有一个指挥中心 然后呢 在里面坐着就总务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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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需要的时候跟院长 跟秘书长这个报告 哈森也是第一线 所以 因为久之 久之我看到他这个讯息 我也稍微打听一下 听说应该不是传闻 应该是真的 真的会过去 那我也第一个 这表示韩院长 希望用比较年轻的人 改革 就是说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人士的命令 就是改革的用意为主 那第二个 希望透过一个 对国会生态也了解 我讲 因为他是国会联络人出身 他非常了解 他跟立法院 各党的国会助理都有联络 所以他不会有什么颜色 哪一种什么 谁跟谁跟 虽然他是台中政府过来 可能有人会说 哎呀他是什么 是蓝的 我告诉你 你看他也在党产会工作过 那他也在 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 你知道他以前还有 跟这个国会助理组过乐团 所以他是一个 蛮活泼的 而且他在这个 在国会是蛮活跃的 所以我觉得 以他的人格特质 未来在做事情的上面 应该是一个蛮好的 一个等于说 是会做事的啦 关键是要会做事喔 那总务处 其实说穿了 很简单啦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不要有弊案 就这么简单 就不要有弊案 不要让立委觉得 你们在乱搞 就这么简单 可是你说 讲起来很简单啦 真的做起来 里面有 里面有很多人脉的 这个包袱啦 一大堆的 所以换上一个 跟立法院过去的公务员事务关系统 完全不一样的处长的用意 就是在于说 要排除过去的包袱 这是韩院长的用意 我希望立法院的公务员要看懂 这个人事布局 当然有一些 你知道有些公务员会觉得 我在立法院待那么久 都没有给我们升迁的机会 有些可能会 你们要知道是士气受挫 但其实我觉得 韩院长对这个周杰也算是 人质义尽 他那个调餐室 其实就是意思就是什么 你就养老吧 但是你还是 立法院的大家庭的一份职啊 你还是会在里面 扮演一定的角色 除非 除非 我说除非 他最近 被争议的这些事情 有所谓的弊端发生 那是另外一回事 否则基本上 韩院长基本上是用 礼遇的方式把你调职 所以我觉得这个处理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那只是说 因为新的国会 就会要有新的样貌 那新的人士 看看韩院长 有没有办法 让他的声望再往上 这个声望 我觉得大家先不要紧张 为什么 我看了一下 那个一样TVBS友台 他们这个2018年做完的时候 2018年的选后 前三名是谁 汉子 燕子 兔子 就是 就是那个时候是 主要是他们 他们那时候蔡英文才几% 你知道吗 15% 赖清德几% 27% 结果赖清德现在选上总统 侯友宜选不上 所以都不要太早 都不要 都不要以为这个声望高高低低的 侯友宜这一次 他这一次的声望 是他历来最低 对 侯友宜过去没有低于五成过的 这是四成二 他在有这个调查以来 他没有低于五成过 可是你说他有选上总统也没有 所以我这个东西参考 但是你可以看出一个趋势 就是现在 一般民众对于政治人物的期待 就是说未来 卢秀燕 蒋万安 陈其迈 这三个会是未来蓝绿的 主要所谓的未来明日之星 那至于其他你会发现 都在四成以下 其实我觉得韩国瑜比较 是一个蛮义军突起的 我也觉得 他曾经一度被这个 人物声望排行榜除名 他在高雄市长罢免之后 他是被这个排行榜除掉的 根本不再做好了 他进不了榜 再把他这次再把他拉回来 居然排在第四名 所以我觉得韩院长这一次 利用这个所谓的在 怨务的革新 我觉得也是他一个 很好表现的一个舞台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穴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医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